我们公司每年都办员工旅游 去年我就问大家去哪里好 有人就提议去山上露营 忙被我打枪 度假不能轻松一点吗 干嘛带一堆东西上山 自己背自己煮 搞不好还要自己搭帐篷 累死了 所以我很佩服那些去圣母峰宫顶的人 但想要征服圣母峰 除了登山的人自己要有经验 天后条件配合之外 经验丰富的雪巴向导 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个职业在当地一直都是家族事业 再加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登山客 想要爬圣母峰 雪巴应该生意很好 很需要心血才对 但越来越多经验丰富的雪巴 都不准孩子走上同样的路 有人甚至早早退休 宁愿到其他国家当普通工人 为什么在整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时候 这些人要选择退出呢 大家好是范淇淇淇 欢迎收看范淇淇淇的 得看世界 赛尼泊的雪巴向导圈 最有名的人应该是瑞塔 她这辈子已经攻顶了26次 2019年还在一周之内上去了两次 创下了世界纪录 尽管如此 她却警告儿子女儿 小时不读书长大就当向导 圣母峰用眼睛看看就好 没必要爬上去 好好上学 别跟爸爸一样 在瑞塔之前的攻顶记录保持人阿帕 更是在十多年前就带着七小移民美国 孩子现在在生计业工作 瑞塔说 雪巴人是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侧的民族 以前没有太多的选择 要么在高山种菜换取微薄收入 要么就是当登山的向导多赚一点 但多赚一点其实得拿命来换 而且收入不算稳定 一般来说有国际登山向导协会认证的知名雪巴 一个登山季大概可以赚一万美金 刚入行的菜鸟可能只赚四千美金左右 这大概是尼泊尔平均年薪的一半 何况装备还得要自掏腰包 而且一年只有短短两个月左右登山季有收入 其他时间还是得要打平工 近年来许多西方登山团还自己带向导协助 跟他们抢工作 除了钱少 工商保障也不足 登山公司通常也不会帮雪巴 保太高额的血 如果出意外需要救援 每个人最多可以报销五千美金 直栽导致受伤或残废 平均每个人赔三千美金 要是不幸丧命 深雇保险金只有一点亿万美金 外加政府公订的赔偿金四万卢比 人都没了 全部只能拿不到三十五万台币 这等于是放生雪巴跟他的家人 2014年一场雪崩意外 害死了16名雪巴之后 雪巴们曾经威胁罢工 当时尼泊尔文化旅游局说 政府会拨出一部分旅游收入 来成立雪巴保障基金 照顾深顾雪巴的家人或伤患 也满口承诺改善工作法规 但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很多雪巴都说登山客是花钱来冒险 他们却是冒险赚钱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宫顶死亡的315人当中 有将近三分之一是雪巴 这是因为第一雪巴的工作 本身就属于高危险性质 宫顶前得要背大量的补给品 跟装备到基地营 负重9公斤可以赚125美金 很多年轻的雪巴为了多赚一点钱 都会多背一点 至少18-20公斤起跳 长久下来背部膝盖都出问题 加上近年来全球暖化 导致冰层融化速度加快 常年节洞的冰层现在都松动一滩塌 另外5月虽然是宫顶旺季 理论上天气比较好 但山顶还是常常出现喷射气流 也就是时速超过120公里的狂风 碰上强风也只能待在原地不动 等风过去还容易碰上雪崩 但最大的问题是第二点 商业登山越来越兴盛 尼泊尔虽然是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 却有圣母峰这个金基姆 每年靠它赚进数千万美金 别以为登山靠两条腿不怎么花钱 光是一张登山许可证 就要美金1.1万 登山客还要预付可能的医疗费用 以及清垃圾等杂费 加起来至少1.2万美金 许多人还会再花个几万块 买装备 卫星电话 甚至常住几个月兽序 有些有钱人还会带四人主厨 加热帐篷 外加直升机接送 所以公个顶花170万台币 完全可以想象 这些都是商机 政府为了赚钱 就无止境地仿能上山 大家应该还记得 2019年有人拍到 上圣母峰的路线疯狂大塞车吧 当年都11名登山客不幸罹难 好几个是因为攀登时间拉长 氧气不够 出现高山症状后死亡 那年发出的登山许可证 共380张 被很多人骂爆 尼泊尔政府就打算修法设门槛 要求申请攻顶的人 得要先爬过一座 海拔6500公尺以上的尼泊尔高峰 并且提供健康证明 并且有经验的当地向导 但后来疫情爆发 尼泊尔的经济更烂了 这个提案就被冷冻了起来 政府甚至讲明 来来来都来 不但不限制申请人数 许可还越发越多 今年到4月底为止 已经发出了463张 圣母峰的登山许可 打破了历史记录 这463人不是自己去排 跟他们合作的雪巴跟卑躬 加起来超过1000人 这能不塞吗 尼泊尔政府的解决方案就是 叫雪巴再去开一条上山的通道 结果就在上个月 三名雪巴上山架设固定绳的时候 遇到了雪崩丧命 有雪巴就抱怨 过去攻顶的大多是专业登山团 队员都经验丰富 还自备高科技通讯 天气监测装备 雪巴主要负责供顶前的探勘跟补助 一个队员配个雪巴就足够了 但现在的商业登山变成有钱就能爬 客户的能力参差不齐 有时还不听话 但这些人出得起十几万美金的高价 有时一个人甚至可以雇用 六七个雪巴团队上山 这时安全跟所有责任都落在雪巴身上 但为了生计还是得接 近年来尼泊尔还有年轻雪巴 自己开登山公司打出小资宫顶的行程 比欧美登山公司的价码少了快一半 吸引许多中产阶级的中国及印度登山客 这种便宜团有时一次可以带一百人上山 装备跟通讯也不及欧美团 2019年宫顶丧命的实验人当中 有七个就是低价团的团员 运动作家寇科特就指出 商业登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但很多人只是在阳明山公园之类的 低海拔山区见走一下 买了一堆高级装备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不用受训就可以挑战高海拔的山区 登山也变成追求个人名声或是破纪录的工具 像是前几年冬季8000公尺高海拔登山 因为难度高仅限老手参加 现在却有不少公司主打 淡季登山才不会人挤人稀客 不少业余登山客人都到了山下了 却连冰爪都穿不好 有老手登山客就指出 不少商业登山客就只想宫顶拍照打卡上船 天真的以为穿了全套装备就万无一失 台湾虽然没有雪吧 但有很多熟知地形气候的领队及原住民碑公 卑公更时常得要扛起整队的伙食器具帐篷等装备 常常40多岁膝盖就严重磨损得要带上工作 虽然前年出炉的高山协作劳动直以明定 一般路线卑公负重最多30公斤 特殊路线25公斤 希望减少工伤延长他们的职业 但卑公的薪资跟保险够吗 遇上直灾或退休后生活有保障吗 另外疫情过后经常传出登山客上网纠团 上山后因为矫程不一被丢包 台湾的能高安东军高山纵走路线 上个月也发生了山友没能遵守团进团出的原则 最后碰上了恶劣天气 导致登山客跟领队两人不幸身亡的悲剧 其实山是大家的 没有人说业余人士就不能爬高山 但出发前做好功课 入山后尊重专业的判断 才能够保障自己跟他人的安全 今天我想问的是 你觉得政府应该制定更多的登山规范吗 相关的从业人员保障足够吗 也欢迎大家分享你登山或是带队的经验 今天非常感谢李明汉的协助审稿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那颗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它有媒体码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里面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看起来在Today看世界 天文精权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